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朋友们好 今天呢我们将为您讲解的是 2016年华阳体育杯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的对局 然后对阵的双方呢是来自江苏棋院的成名大师 与上海棋院的谢敬特异大师 因为说这个团体赛啊也拼得非常激烈 一年一度 今年呢是在4月这个中旬呢 在这个深圳这个金茂园大酒店进行的比赛 今年的这个杯赛呢是叫华阳体育杯 由这个华阳公司呢这个承办的 应该说这盘的对局呢 双方还是下的挺有味道的 对而且双方也都是各自对的一个主力的一个队员 两次台 好那这个棋呢 我们边说呢 在边聊一下呢这个团体赛的这个花絮 团体赛呢最终呢 男子组呢是通过九轮的这个拼搏 江苏棋院队呢最终是笑到了最后 那也就是说江苏区院队呢 第二次就历史上 第二次呢取得了这个全国冠军的这个宝座 江苏队呢作为一支强队呢 在九年代初呢也曾经呢取得过一次呢 这个全国军 他们应该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强队吧 每年都是 江苏是这样 就是说江苏呢就是说整体来看的水平一直不弱 但是呢也没有达到像广东上海河北 就是说团体冠军啊得的比较多的 然后这个全国团体锦标赛呢 是从那个广东队夺的最多 广东队有夺了有十多次 那么上海队呢 其次大概有八九次 然后河北队呢有五届全国军 所以说这个三家呢应该说还在团体上呢 显出的比较耀眼的这个光芒 因为他历史上强队 他出的名手也非常多 对 这个应该说在团体赛当中是三大这个抢队 但其他的队呢就说的 你像火车头队 这个江苏 江苏队辽宁队 还有我们北京队 因为我们北京队呢是在10和11年 两年呢 那个时候向甲也算锦标赛 对 我们是夺了 就这些队伍是夺了两届 历史上就一共也得了两届 然后还有的队伍呢 是夺过一次 像黑龙江队 那个辽宁队历史上也夺过两次 但是呢 那个时候的辽宁队队员呢 那个气风也比较泼辣 就说的这个也很有实力 那这个 很多队伍呢 都没有得过这个冠军 像一些 像期不是那么发达的 这个名手不是那么多的 因为他比较难得 对 团体锦标赛 有四个人 综合的一个实力 好 那我们再接着白棋 马二进三 这个成明和谢敬呢 这一次呢 说起来也是挺搞笑 他们两个人呢 都是江苏队的主力 但是在第四台呢 相遇 对 这个呢 也是应该说的 根据这个规则呢 这个两个队都没有违规 因为这个像期协会 给大家定的这个规则呢 就是 你参加比赛的四个人 如果等级分在一百分之内的 你可以自由调化 这样呢 就是你像谢敬呢 本来是等级分是第一的 在上海队 就排在第四台了 对 应该说呢 我觉得可能像英雄 将来这么规定 可能会更好一下 就是说 等级分在一百分之内的 只允许你临近的一台调化 你只留一条二 二条一 或者二条三 三条二 你不能说我第一位的等级分 我调到第四台 这样就有点搞笑了 谢敬他和成明两位棋手 都是这个男子顶尖棋手 这一个圈里的 所以打第四台的话 那个成明呢 应该说算不错的大师 对 而且他 这几年期应该是挺不错的 今年这个团体赛的夺冠 也是多亏了他 这个第四台 一个主力的一个选手 他们是孙云打的第一台 这个孙云应该是在里边 是最年轻型的 但是让他去第一台去防守去 然后呢 王斌徐超二三台 然后成明呢 打的第四台 对 他们这个策略还是挺不错的 好 我们再往下摆尾棋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双方呢是采用的中炮巡航炮 对这个平红码 平红码呢 这个黑方码七进八呢 主要是避免红方局一平二 另外你如果对兵的话 将来黑方向其进入以后 局八平七这样算是出来啊 对 局八平七这个反击 所以红方要想保持变化 也不肯对兵 这个棋呢 双方往往争斗的焦点就在这中路跟三七路了啊 边线就很难涉及到了 对 一般是三七路出一些这个争夺 嗯 呃 凶化的特点呢 就是 红方是稳中带凶啊 双方容易呢 在中局阶段的就形成激烈战斗 因为双方都是两个正马啊 凡是两个正马的棋呢 往往这个 中局的这个战斗呢 就会越发的激烈 嗯 比如说一个正马一个编马的棋 单体马啊 这种阵型呢 往往就会进攻的速度呢 要慢一些啊 这也是向其的一个特点 对 接下来黑方走的是 对 黑方选择向其进五的这么一个变化 这个 左向右向都可以 这个也没有定论 嗯 到底是非右向好 还是非左向好 这个都可以 这个看棋手对这个棋的理解吧 对 和红方跳马 嗯 这样呢 就是红方抢占这个河头阵地啊 对 和黑方就是十六进五补了一手 嗯 诶 张老师就这个棋局 嗯 就是一般不是红方 黑方都是双 双横拘吗 以后拘一进一啊 拘八进一这么长起来 那是向三进五的棋 哦 向三进五 向七进五应该是比较少见的一个走法吧 对 向七进五呢 就是说的 看来这个成名呢 呃 不 这个谢敬呢 是想出棋之胜 对 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啊 这个团体赛啊 也很紧张 嗯 一共是九轮的比赛 但是是在 同一个赛场 同一个地点呢 连续下 对 呃 其中呢 还有两天呢 为了这个 其他比赛的这个 让路呢 就是有两天是下两轮 应该说大家比较辛苦 这个上海队呢 没错啊 这个 起码是这个 前三名是跑不了了 然后看看就是运气 更好一点 有可能就是 再一次给上海 夺了一个冠军 没想到最后三轮席呢 是接连纠纷 对 也挺遗憾的 输为了黑龙江队 嗯 输为了江苏队 最后连前六名呢 也没有进去 后来那个 我碰到他们那个队员 我说你们这次 真的遗憾 他们说 水平不够不够 也很谦虚 其实大家水平的都够 对 这个水平都很接近 主要男子这个竞争都太激烈 每盘级都很难下 成平呢 这个选择的 这个虚方呢 是想稳中带胸 对 这个泄静呢 是想走的 比较呢 这个复杂一些 走的比较 生疏的这个棋 选择飞七向的 这个棋一般的 红方还是走这个 马七进六以后 黑方走十六进五 对 这个还是普道 嗯 红方是选择居一平四 你说的那个双红居 是黑方向三进五 居一进一居八进 哦 这样一个棋 这个棋 红方一般就不会那么选了 对 红方选居一平四 这又是另一种变化 这一次江苏队呢 应该说发挥的 也是不错 对 从前面就是比较好 嗯 最后几轮呢 还是咬紧牙关 在这个跟上海队 这个对冲战当中呢 啊 力拔投手 嗯 嗯 最后一轮呢 他们又是战胜了这个浙江队啊 对 呃 江苏队呢 还有这么一个这个 可谓也是比较戏剧性的这个变化吧 嗯 江苏队这个去年啊 也是在全国向甲联赛当中啊 不幸这个降组啊 应该说这个比较的 离着五六轮呢 大家就看到了 这个江苏队 今年很危险 最后果然呢 提前那么一两轮吧 就是决定了这个命日 然后今年在这个秦阳岛啊 打的这个全国向甲预选赛当中呢 这个江苏队呢 也是派出了 这个专业队的这个全部人马 啊 但是后来呢 这个出乎大家的意料啊 这个江苏队啊 对这个对阵这个 比如说保定队 还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几个业余队的时候啊 居然发挥的很一般 结果在这个预赛当中啊 才得了第五名还是第六名 哦 没有生亚成功了 对 就是说本来那个 向甲联赛预选赛啊 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 我们北京和河北的经济联队 这肯定要进 江苏队要进 然后其他队呢 比如说像开篮啊 像杭州啊 对来争夺一个名额 结果大家谁也没想到 最后杭州进了两个 然后这个江苏队呢 就早早的脱离了这个 第一阵营 最后提前两轮到三轮就没有希望了 就开始输的不应该 可能我觉得跟江苏队的这个 排兵不振有关系 另外这个 这个认真的程度 可能有点轻敌了 对 可能就有点放松了 紧觉得自己水平肯定在那里 结果呢 听这个燕镇人士说呢 这个回到江苏以后呢 这个江苏区院的这个领导班子 对这事也很重视 好了 这次团体赛呢 就对他们要求呢 很严格 对 团体赛他们也是 对 很不错 发挥自己的真正的实力 反正就说的 我后来这个 在团体赛这个期间呢 跟那个江苏队的那个主将嘛 主力之一 这个徐超聊呢 说我们回忆还要做检讨 说他这个 为什么向甲 预散 又升上去 好了 我也跟他这个 就是交谈了几句 反正我觉得就是确实你们可能 当时那个 对员那个状态没有完全提起来 可能在思想上也没有提高那么大的这个认识 那他这一次呢 等于江苏队的全军的是全力以赴 这个将功补过 这个支持后勇 那最终的又夺得了这个冠军 也确实呢 出乎 大多数人的这个意料啊 大家谁也没有看好江苏队说的能进这么好的名次 对 主要这两年 他的比赛发挥的可能不是特别理想 对 那好 接下来我们再讲这个棋吧 黑方不是了 对 红方这个居屏4 黑方足以进1 这个 这种阵型啊 是这个早期徐云川比较喜爱的 然后这样 对 这个 成名呢 应该说这个先手呢 对这棋育可能也会有一定体会 另外呢 说他们两个人这个棋手这个特点啊 这个成名呢 以往的棋艺风格呢 是比较稳健的 后来呢 这个比赛呢 是当时得了冠军了 这个 这个江苏队呢 就是有的这个棋手呢 可能答记者问吧 就是编了这些微信呢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说据说呢 江苏队呢 徐云洪呢 又重新呢 执掌这个率印 嗯 就是鼓励这个队员们呢 要全力拼搏 后来这个 徐云洪最后答记者问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我们江苏队来团体赛 是要来拼命的 是要学耻的 然后呢 他说成名呢 在家里就表示了 我要打后边的台词 我就去 要做这个刀副手 啊 果然呢成名在最后三轮 是三连胜 对 这个最后三盘棋呀 很重要啊 团体赛越是往后越重要 因为后边就没棋了 对 江苏队一直在第一阵营 对 嗯 那成名呢 看来也是不如使命啊 嗯 应该说这次棋风呢 也是大变啊 那么谢静呢 大家都可能对他更熟悉了 嗯 他是上海队的成员啊 也是胡文华的官门弟子 但是里边他们两个还有一个特殊的关系 唐弹你 你清楚吗 啊 他们两个 他俩应该是都是江苏 江苏泰州人吧 对 他俩 成名和谢静啊 他们两个是同乡 对 对 嗯 他们两个是老乡 应该说从小啊 也比较熟悉啊 嗯 当然后来呢 成名进了江苏队 这个谢静呢 更早呢 进了上海队 当然这个谢静比较成名 年长几岁啊 对 这个他们 但是据说呢 他们两个在底下 应该说私交还是不错的啊 是 两个位都是少年冠军啊 少年赛冠军出来的 嗯 都是这个江苏泰州人啊 对 应该说这个 也是惺惺相惜吧 这个 当然说各位骑主 这个骑还是拼的 非常的厉害的 对 那么这个开局呢 就告一段落了 下面呢 要进行这个激烈的中居战斗 嗯 那我们也稍事休息 稍后呢 我们再来欣赏 他们这一则精彩队局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收看这个象棋的这个精彩队局 呃 走到这儿呢 以往洪方 我记得是有居酒精一的这种做法啊 嗯 双居先连上 但是黑方也要居进三 他将来这个编足呢 是一个妙目 对 这个居呢 等于一下升到了这个足灵线啊 以后呢 可以居平二 对 也可以再炮平一 是这么一个作用 黑方这个构思还是挺好的 对 不过洪方实际上是选择了炮平七的走法 嗯 保留对黑方三路线的这个压力啊 对 黑方也是掌居 嗯 那洪方选择的是炮八退一 这步棋呢 好像是比较恋战啊 他怕对方就拨居平二对 对 实际上洪方呢 也可以走居酒精一啊 来看一下对方的这个态度 如果你居于平二呢 好 就居酒精一长起来 对 那居平二我就再对掉你 让你居还要再回撤回去 嗯 还是洪方呢 要先手一点啊 对 这个炮呢 等于是自己呢 就直接退了一步呢 显得有点重复 不过我想他就是针对黑方这个三路线 嗯 以后平炮不是有一定的危险 但是呢 嗯 就是重复以后呢 就导致你的速度罢了 对 因此这个棋呢 也可以说黑方在布局阶段呢 还是较为成功的 嗯 他走居平二 他炮再躲 对 再平炮 嗯 好 黑方也就是连续这个手段 他可能不 不能永远洪方这个冲心过河 进去捉炮 逼着他打出去 然后再制造反击 再拘二层次 应该说这几招棋呢 堂堂可以摆稍微卖的 因为这个大家观众还要看清楚 嗯 这个他进去捉炮 红方也比较大 然后他拘二层次在强行捉马 这个马你也只能逃啊 你掌拘对方拘八屏六又是一个先手 对 这几步 他还有抛律三 猴拉马 这个棋呢 你也不能他吃了马 吃了马 他拘三层次都是先手 来比拘九屏八 对 就是三方这几步棋 都是逼迫红方这个走法 让红方呢 这个马要定位 这二呢 就是说红方呢 由于这个炮花腿一啊 我觉得这个棋 红方在四处上 太重复了什么 对 红方在进攻的这个线路上啊 有一点凝重了 就是这个七路线走的这个步数太多了 太重复 所以说给了黑方呢 这个一个反击的这个时期 黑方呢 就可以抓住红方这个重复的 你在这就像打仗似的 你本来应该直线的 或者说的你适当的迂回一点 对 根据对方的形式 对方还直走呢 你就自己又回撤了 这样你在动作上就慢了 的确是 黑方这个一路鞠很快就走到这个好的位置 等于红方左鞠又没投入战斗 红方只是吃了一个兵 那从战术上来看呢 黑方这个时候可以走抛出气股打一下 让红方这个阵型呢 有一点尴尬 这样 红方就是补像 对 炮气精英的时候再进去捉是吧 也是可以 对啊 补像呢 补像 那他这个像反正 你在对方嘴里呢 对方呢 狠一点就给吃掉 对打掉也是可以的 红方也没什么办法 对正好捉不死啊 捉的话 捉不死 他抱我平次 你 精英说他还可以换子 就这样 黑方也弃这个下 但是也把你这个中向干掉 对 然后红方这个棋就有点尴尬了 这个在自己的这个布置线啊 嗯 出现了一些问题 自己把自己的 所以这个视像还没有补好 对 所以说 成名呢 是拼得很凶 但是这个 从 棋的这个计栈术上来看呢 还是出现了一个 小的瑕疵吧 对 那时代当中 黑方走居八平六 这招棋呢 就是 想拉住对方啊 对 我觉得他这也挺好的 这个红方这个 居马 这个怎么会 怎么调整 对 也是可行的 对 这有推居桌 对 有推居桌 还有马八进西登兵 对 这个居马 这被拉住 很痛苦 看着 那他也没办法 那 他先居八 对 他这时候先出居了 先两局 然后黑方也是选择了 金炮 金炮封住 因为他想马八进西 将来是先手 对 红方实战走 抛弃精一 对 他实战抛弃精一 这个也是一个患子吧 因为你什么时候拉住 我什么时候吃你那边 对 抛弃精一呢 他也可以 就是说保证 把你这个G炮呢隔断 对 让你这个炮呢 别扭 你要是在炮二 退六 太遥远了 对 那你感觉 G8进八还挺厉害的 对 G8进八下午 有G8平六的 这个杀手 对 这个黑方可能不能再 很好的推炮 那黑方实战 这种选择呢 就是容易丢过相 对 不过张老师这个棋 红方这个炮七进一的话 是不是有个马三退五 这个棋是不是 可以考虑 这个临场当中啊 可能成名啊 没往这想 他可能刚刚想这个 解决这个问题 对 来对治这个炮了 的确是这样 就这个地方呢 红方有一个简洁的手段 可以回马灯 把黑方这个G炮这个锁链啊 打开 这个G也不好走 只能 只能 对 只能橘子飞掉 对 那红方可以 把这个象登掉 这是一个决心 对 是一个杀招 只能飞掉 然后红方 我们就简单的说吧 对 不摆了 杀一僵再把你炮吃了 对 你橘子瓶柜也没有用 我可以马我 正好跳上来 对 我将来事项一补 那黑方呢 这个棋发展下去呢 它等于 白少一个象 对 应该说这个局势呢 还是 受功的 就是说局势非常不利 所以说刚才黑方的这个 这个 可能就是 巨八平六这招是不好 巨八平六等于是 也是走得有点慢了 对 应该走 正如我们要给他说 进炮打一下 对 那实战当中呢 红方也错过了这个 迅速简洁占优的这个机会 对 他局势瓶柜 然后他炮了进四 我感觉双方都在把焦点 注意到这个局马这一块 这一块怎么给他解决呢 这个 红方这个死亡好像也挺少 应该说这个江西队啊 和这个上海队啊 这一场争夺呢 大家很清楚 因为当时两个队都是领先的这个队伍 对 也就意味着这盘棋的这个胜负呢 就是他们两个队之间的胜负 对最终这个冠军呢 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 所以说这个在 关键的场子当中呢 这个棋手的心态啊 还有技术啊 可能会有一些变形 这个大家能理解啊 总之呢 红方这个地方呢 也是错失了 这么一个比较简洁的这个机会 那实战当中呢 黑方就马八进七了 这时候红方把箱等了 尽管是吃一个箱 但是红方这个位置呢 不如刚才这个理想 对 这黑方也正能飞掉 嗯 然后吃居 吃居 他本来也可以把它降五平六啊 对 降五平六也可以考虑 应该远离这个炮火啊 嗯 但他可能觉得这个门宫是怕将来利用的 他落室呢 这个棋形势就是还是有一点弱了 对 红方下到这个局面 就知道是这个黑方少个像 就是但是黑方好像子力 好像位还可以吧 对 目前这个棋呢 黑方还不算太要紧 啊 就黑方要抓住红方这个阵型呢 暂时没有远好的这个特点呢 进行反击 他实战走的也可以 据此一 主要是红方这个三路马太弱了 这个马向回走呢 他也容易被捉住 对 回来的时候 这个马七筋六什么的 嗯 这都有棋 就是好像也飞不了 像飞他就要蹬你了 对 飞像就是一马换两相 所以 嗯 目前这个棋呢 应该说还是基本上军事啊 对 不有顾忌 那红方实战走局八七次 哦 我发现这盘棋成名还是拼的挺凶的 对 从开局一直这儿走得很积极 实战当中呢 黑方呢 这个棋就处理的有点失调啊 嗯 他呢 这个又去知识了 这个整个动作呢 就慢了 对 十四进五先捕了一手 因为这个棋可能 就直观的还是吃掉算了 那这样平炮 他可以不理了吧 反正你要抽我局 我就把你相吃掉 对 那这将一局的话 就十四进五捕一手 对 捕一手也行 因为这个棋呢 红方也不好出大动作 因为你炮击平八 他可以降五平四 将来他还有马七进九这个反击 对 这个黑方反击也挺快 这可能只能换掉 它下成这个残局 对 变成狙炮的狙马 会有顾忌 我打掉你 因为他将来马七进九 也有这些狙马冷招 对 马七进九狙可以回去 将来老将还可以出来 好 对 这个棋发展下去呢 就是双方形成互有顾忌的猜局 尽管红方呢 这个边路上好一点 但是黑方这个子力快 好 黑方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担心 这个棋 这个谢静的按说 他的水平是能够把这个局面控制住的 但是他可能临场当中 也有可能想到太多了 对 他走得有点犹豫 十四进五 红方也还是继续贯彻这个思路 那他这个时候也只能再去吃马 而这种吃马可能有点变化了 对方可能要先打你 对 不用下几炮 对 他吃了以后 要杀你中项 你下几炮 你杀不过对方 对 对方一沉你炮 就是 对 所以说这个棋啊 黑方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啊 就错失了这个战情 感觉黑方还是挺想保留变化 但这个棋黑方呢 他本身你残像呢 你的这个 就是后半局呢 会有难度 对 我想着红方这个三个马太弱了嘛 这个患子不太 因为他马三星四也走不上 因为底下巨八将人先他炮九进三 对 这两个巨双炮还挺厉害的 对 所以他实战是出了个将 出将 出将杀棋 先吃底试 对 杀士 那红方 不给他 比较稳健嘛 先补一手 这个也是可以 因为呢 打的这个马也是红方斩忧 但是不如这样呢 这个安全 对 这个可以理解 这条棋都可以理解 这个桌 然后他打掉 这个题呢 就是说 黑方呢 由于在前面啊 这个 错失这个战机 现在呢 他这个也只能去 交换这个炮了 对 这时候红方挺稳的 飞了个像 因为他如果吃炮的话呢 他觉得丢两个石像 然后他将来有这么一个捉马 对 这个马的位置不对 所以说红方这会儿飞像呢 倒是必须的 刚才呢 刚才可以直接打 那个像不丢 因为你巨石圈的时候 他又不像 对 现在你不能丢像 丢了石像以后 他巨石圈一捉这个马 就很难逃 对 这儿红方呢 把石像圆起来以后呢 可以确保这个多像的优势 并且位置很好 比如说这个棋 黑方呢 没有这个反击的机会了 而且后边呢 他就是物质实力丢的太多了 对 这个棋 可能黑方是太想保留这个变化 但反而让红方这个顺势 把石像给补好了 对 尤其这个少项的这个弱点 就凸显出来了 所以红方这个三路马虽然很弱 但是一直 一直这个 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手段 那么刚才黑方呢 这个最后的一个机会 就应该 狮子进入不走 直接吃吧 对 能够争得军事 还是比较复杂了 由于知识以后呢 速度又放慢了 红方一炮金钮 可以说锁定这个优势 对 这个棋主要是黑方呢 反击呢 没有方向了 对 我感觉先进这个 就一直想要打压这个红方这三路马 所以他这个走法 反而可能走偏了 相信这盘棋呢 应该说在 关键的对决当中呢 下的呢 有一点有失水准 对 按说这个翅膀呢 这种残局 作为这个全冠军级的选手呢 应该能够把握的比较清洗 然后接下来红方拥八斤二一将 但是成名这盘呢 也表现得非常好 举八斤二一将 最后的入局呢 也很清晰 只能上架 对 又僵了 僵一军 然后下底泡了僵 因为这个棋呢 他先把这弄 对 他把他的阵型先打散 这个没有必要去吃他这个中式 因为红方有更好的选择 一僵 一知识 这黑方也都是没有办法的 举八腿一再一僵 对 这都是应手 好 平居 这等于把红方这个七路的马足呢 就是捉在手里了 对 好 这个没有办法 黑方也就赶紧看看这边有没有攻势 打过来 这个动作太慢 对 然后红方 狙炮呢 没有骑 红方子又跟最后一步骑 是红方 对 狙炮一更三 把这个马呢 就活着打死了 对 这个短小惊悍的这个对局呢 就就下到这就下完了 红方呢 最终取得了胜利 黑方看到这个大子一丢 并且没有继续下去的这个意义了 就索性这个认负了 对 这盘棋很关键 嗯 为双方这个两队 应该说再一次这个祝贺江苏队 对 这个 继这个二十多年以后呢 再次多一个团体锦标赛的冠军 再次拿到这个南团的冠军 南团那也象征了一个地方的这个综合的实力 对 应该说也非常不容易 那么江苏南儿呢 也是这个支持而后勇 对 在这个团体赛当中呢 敢打敢拼 最终呢 是取得了这个更大的突破 上一阶的冠军的老队员呢 现在只有王斌和徐丹宏了 那么这一阶又有徐超啊 这个成名两个新队员 好 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的对局讲解呢 就到这里 好 朋友们再见 再见